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们今天呢,是又想跟我们的小朋友在做一个这种手工的DIY的 在家可以做出来的这个小实验 我们这边呢,是取到了我们两个智能黏土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它 我们一边是我们带有磁铁的一个智能黏土 是一个深海蓝,非常神秘的一个纯蓝纯蓝的颜色 在里面呢,会附送我们小朋友一块这种磁铁 应该是一个铁块 我们的这个智能黏土呢,本身是带有磁性的 所以它能够把我们这个小铁块呢,很好的就吸到它的这个黏土的表面 可以看它的磁性呢,让我们这个小的铁片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黏了 或者是非常非常的粘 我们可以让它跳一跳 我们可以让它跳一跳 我们呢,是要把它放到我们的冰箱当中 大概是放冷冻24个小时 然后等会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放好来的 或者是冷冻好到我们这个史莱姆黏黏胶 好啦,这个呢,就是我们冷冻了之后的这个智能黏土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是变得非常的坚硬 嗯,它现在是变得非常非常的硬 我们呢,可以来看一下 它是变得非常非常的硬 它是不是真的就是完全的变硬了 不能变软或者是给它亮 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的室温当中 不会再变回它原来的一个状态了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乳白色的 哇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特的一个手感 相对来说是有点点的凉 非常的凉就像冰块一样凉 基本上是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把它拿在手里面稍微再进行一个拉伸 哦还可以把它拉断 可以把它搓成小球 拉成长条 虽然它的手感呢没有之前的那么好 没有那么软 但是感觉呢如果我们把它冰冻了之后 其实是没有发生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除了它的温度 以及它这个固体的这个状态呢 是更加的结实了一些 具体的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是没有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DIY的手工小实验 希望能够喜欢冷冻我们这个制冷粘土或者是泥粘胶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不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天都会有新视频的更新 不忘了给我们一个dump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